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我们也要知道的 你是小白是不是 蔡春莉是吧,有多白呀 好,来看看啊 下面看看啊 下面一个概念叫什么是这个编程语言 好,那这个编程语言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大白是不是 好,那这个编程语言呢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一个概念了 就是什么叫编程语言呢 编程语言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我们写代码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写的这个 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啊 让这个计算机能够认识 是这么一个概念是不是 那其实呢,对于计算机来说啊 对于这个计算机来说 它是基于二进制的 它只认识零和一 只认识零和一 那我怎么样能够把我写的这个代码给它认识呢 其实很简单啊 大家想想啊 我问一下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考啊 计算机只认识零和一 我怎么样写代码能够让计算机认识我 啊,大家想想 它只认识零和一 我怎么样写 最直接最快就能让它认识我 认识我写的东西 啊 它只认识零和一 我怎么样写 能让它更快的认识我 啊,对,对,对 有同学说的很对啊 它只认识零和一 那我写什么呀 啊,我就写零和一,明白不?哎,就写零一 它是不是就认识我了呀 但是呢,大家注意啊 你如果真的写这个零和一的话 这是机器码是不是 机器是认识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自己人,你看得懂吗?自己看不看得懂啊 机器倒是认识了 你自己写,你自己看不懂了,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说 不实际啊,写不来 你写不来,是不是?我也写不来啊 这个机器码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啊 猫狗声音转换器 你这是买到盗版了吧 这东西没有用的啊 好,那这个呢,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直接写这个,哎,代码量也不实际啊 你自己写是肯定不可能的啊 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 就要有一个东西,要写这个字,写完之后呢 把我们人类能够看懂的文字交给这个电脑 让电脑也能够识别,是不是?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编程语言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写什么,写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让这个电脑能够识别 那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都行啊 这个编程语言的就是人类和计算机进行交流的语言 那我们其实见过的这个编程语言 听说过的啊,见过的都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C啊 C++,还有这个Java,还有这个Python啊 等等等等啊,这都属于是什么呢? 都属于是编程语言 就是我跟这个电脑说话 我跟这个电脑说话 我这个人要跟这个电脑进行交流 你要通过哪种语言来进行交流 只是语言的不同而已啊 有的同学说C语言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是不是? 这个我不能反驳你啊 因为C语言是基本上是现在这个 现代高级语言之父啊 这是老祖宗啊 都是爹,明白吧? C语言确实很厉害啊 但是C语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啊 学完之后这个,学这个C语言的话 它很痛苦啊 有没有同学学过啊 有同学说加瓦世界第一啊 你给我滚蛋啊 这水美是不是,这美水 好,学过C语言是不是? 学C语言痛苦吗? 最早学VB是不是? 这些语言都比较痛苦的啊 C语言的话我也学过 但现在已经忘完了啊 C语言的话是比较这个 是比较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语言啊 那现在呢,基于这个语言基础上啊 有更多更加这个 更加这个方便的这个 更加方便的语言啊 刚才跟那个制美水开玩笑啊 你这个,说着玩的啊 没让你震滚啊 你开玩笑的啊 大家不要这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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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啊 我有一些时候说完了之后 说嗨的话会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指针头疼 对,C语言就是学到指针了啊 头疼得很啊 感觉都特别麻烦啊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 那这个Python语言的话呢 它是一个高级的语言啊 高级的语言 它的话呢是怎么样的 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啊 不需要怎么样的 不需要这个管很多东西 不需要关指针 明白吧 好,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那这里边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计算机语言的话呢 也分为这个两大部分啊 一个叫编译型语言 一个叫解释型语言 这美水不在意啊 很好啊 好,这个一个叫编译型语言 一个叫解释型语言 好,那怎么说呢 这个叫编译型语言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编译型语言 就是我们写的一个代码 它有原代码 有原代码到这个编译器 然后呢变成可执行文件 最后呢交给操作系统 来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这里边呢 哎,我问一下大家 我们来一个问题 Python属于是哪类型的语言呢 这有两个类型 一个叫编译型 一个叫解释型 大家觉得是哪一类 属于哪一类 对,王涛通 王涛通通也说了 Python是解释型语言 对,很对啊 大家都说对了 Python属于是这个解释型语言 有一个同学写了个拼音 写了个拼音 你以为我不认识你 是不是 拼音也拼对了 是解释型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C语言是哪个类型的语言呢 是编译型还是解释型的 C语言 C语言是什么样的 对,C语言是编译型的语言 那我这里边呢 跟大家写了一个C语言的代码 这个C语言的Hello World 大家还记得吗 好,来跟大家看看 这个C语言的Hello World 我们写一下 我们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说一下 我接下来做的这个操作 就是C语言的这个操作 大家不用那个 不用这个 不用跟着操作 你看就行了 没有,来 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test C语言文件的这个后队名是.c test.c 来,是,大家看 有一个C语言的文字 看到没有 test.c 然后我把这边的代码给它粘贴过来 这个大家不用管它 好,写完了之后呢 大家看啊 现在呢 我就有一个C语言的一个原代码了 好,我用这个 拿着派的家家打开一下 大家看 我有一个C语言的一个原代码了 看到没有 这是C语言的一个原代码 那现在呢 C语言呢 是一个解释性的语言 它是怎么做的呢 有这个 它是一个编译型的语言 sorry,口误 是一个编译型的语言 它由原代码交给这个解释器 然后呢 变成这个可识性文件 那怎么样用解释器来解释它呢 我们这里边 可以用我们这个CMD 大家注意啊 我下边做的操作 你们做不了 因为我这个电脑 我装了这个GCC编译器 你们可能没有装 这个操作只看就行 只看就行 GCC test.c 来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是在干什么呢 这个是原代码 这个GCC呢 是把这个原代码进行编译 编译好了之后 在这个桌面上 大家看 多了一个叫A.exe这个文件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文件 那我可以双击打开它 大家看A.exe这个文件 A.exe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可执行文件 来找运行一下 大家看 现在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Hello World 大家看到这个内容了没有 有这个就有这个 Hello World了 就这么一个概念 一个可执行文件 我双击打开它 它就能够执行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编译型语言的一个特点 由什么呢 由这个原代码 编译成这个可执行文件 交给这个可执行文件之后 然后再运行 有他说是不是真麻烦 是不是 确实有点麻烦 这个C语言的话 确实是有点麻烦的 编译型语言的话 相对而言的话 操作起来麻烦一些 好 这是一个概念 大家了解就行 你看吧 了解就行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啊 除了这个语言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语言 叫解释性语言 就是我们这个 Python的语言啊 来我跟大家再写一个Python的啊 我把这两个放回来啊 我把这个代码给它放回来 从回收购买给它放回来啊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再写一个啊 来再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这个叫test.py 好 我把这个名字给它改一下 Py 好 大家看啊 Py的话呢 是我们Python的这个语言啊 Python的语言 来运行一下看看啊 我现在呢 Python里边写个hello word 非常简单啊 print来个什么呀 括号 来个hello w-o-r-l-d hello word 这个就写完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代码 就已经写完了 print hello word 这样就完事了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 我们跟大家打开一下 两个对比的来看一看啊 这是C语言的hello word 这是Python语言的hello word 你觉得哪个简单的啊 这 这 这只要你眼人一看都知道 是不是 肯定是这个 这个Python语言的简单 很简洁 是不是 比C和Java 方便多了 对 确实是啊 有的同学有这个 有这个编程经验的啊 对 没有 对 很对啊 这个确实简洁很多啊 那一行就完事了啊 那我现在想要运行它怎么办呢 哎 运行这个test的Py 怎么要运行呢 好 来看看啊 cmd啊 来运行到 到哪呢 好 大家注意到直接 我先用一个命令啊 我先cd到这个desktop 这是在干嘛的呢 就是我先进入到我这个桌面 因为我这个文件是不是在桌面上啊 所以那我cd到desktop进入到桌面啊 那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怎么样运行这个test的Py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Py啊 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什么呢 解释性的语言 它直接从语言代码交给解释器 解释性就能够执行 它不需要再来进行编译 哎 不需要来进行编译 那怎么做呢 大家看啊 直接来 Py T-H-O-N Python 直接原文件啊 test.py 把这个文件拿过来 走你 大家看 现在这个时候 Hello World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把这个文件 直接交给我们这个Python解释器 让它来运行就完事了 明白不 啊 没问题吧 好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Python.这个test.py 这么一个概念 你直接运行这个Python test.py就可以了 啊 好 OK 这么一个概念啊 它呢 直接交给解释器来运行就行了 好 这么一个东西啊 好 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现在刚才我看大家在评论区里边 已经炸锅了 是不是啊 都在讨论一个事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这两个语言 编译型语言和解释型语言 你觉得哪个语言执行的速度更快 来 大家觉得哪个最快啊 哪个快一些啊 是编译型还是解释型 编译 有同学解释是不是 有同学解 好 这个时候 很好啊 我就喜欢大家这个各书己见 我就喜欢有同学说错的样子 是不是 好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两个语言的话呢 是编译型的语言更快 哎 这个是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就算我们是python是解释性的语言啊 就算python是解释性的语言 我们也要实话实说 编译型的语言运行的要快一些的啊 大家注意 是确实是啊 编译型的语言运行的要快一些 编译的更快啊 那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有同学说老师 哎 那我学这个编译型语言的话 我觉得这个编译型语言运行的更快 那我就学编译型语言 我学什么这个python解释性的语言呢 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现在 为什么现在这个解释性的语言 越来越来越火了 而这个编译型语言也有啊 但是大家这个用的不是那么多呢 哎 对 有同学说的很对啊 有同学说了 就是麻烦啊 太复杂了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看啊 你用c语言写得多少行啊 七行是不是 你看看这个python语言几行啊 一行 哎 人懒了 对 懒人促进那个科学的进步啊 懒人促进科学的进步 因为他想把这个事做好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他就能够把这个更多的事呢 交给这个操作系统来做 大家想想啊 其实我刚才也讲过啊 你觉得哪一个语言写代码最快呀 哪一个语言写代码最快 写代码最快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最快的 你写一堆010101 交给这个计算机 让计算机来做 他肯定能够 他肯定能够执行的很快 但是问题是 你写这个一大堆的01 你机器能看得懂了 你看不看得懂啊 你是不可能看得懂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写的写的慢 他执行的 他执行的肯定快是不是 因为你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哪了呢 你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这个写代码上了 所以他的执行效率要快一些 明白吧 你人看不懂 看不懂是一个 维护起来也非常的痛苦 你要维护过 你看 你要看一堆010101 让你来维护 你维护不来的 明白不 所以的话呢 这个语言的话呢 肯定是这个 越接近于人越好 那有个人说 老师 那为什么接近于人越好 他又慢了又怎么办呢 他执行效率又慢了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来讨论 你想想看啊 我这么跟大家说一个代码 所以打一个比方 你想象一下啊 我写了一个C语言的代码 在1998年出的那个电脑里边来写C语言 跟我在2028年 比方说我们8年以后啊 跟2028年用PY写的一个代码运行 你觉得哪个快啊 一个是C语言写的 在1998年的电脑上运行 跟一个用这个Python写的 在2028年的电脑上运行 你觉得哪个更快 那肯定是2028年那个电脑上写的Python代码更快啊 是不是 因为硬件啊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其实这些 这些这个问题啊 会被这个会这些这个短板啊 会对这个会被 会被这个硬件来补充 明白不 所以肯定的啊 硬件越来越发展了 好多事呢 不需要我们自己程序员来做 而把它交给这个电脑 交给硬件来处理 明白不 实在的进步啊 说的很对啊 你想想看啊 如果再往下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更好了呢 大家想想啊 如果真的在发展啊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发展到我不需要写代码了 哎 我跟他聊天 我说那个 哎 我说气战机啊 打一个Hello World 他叹叹叹 就给我打一个Hello World 变成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的话 那就太爽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跟他说什么 他就能做什么 是不是 哎 我意念啊 这个母卓说这个意念写 这个有点够像啊 脑电波 这个有点够像啊 人机直接交互现在有啊 就是这个AI啊 这个这个这个语音 语音音箱是不是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啊 已经人和这个计算机 通过自然语言 人类的自然语言 其实可以直接 直接直接 直接这个这个交流了啊 Siri还有这个什么 小爱同学是不是 加威斯是吧 加威斯那个 那个是里边这个 科幻的一个一个情况啊 对 有同学说这个 有同学说这个 用这个汉语编成的 对叫异语言啊 中文的计算机语言 是异语言 这个异语言呢 其实也是Python语言 它里边呢 就是Python 把Python做了一个汉话啊 差不多 好 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一下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块啊 所以这个东西 你想要这个 就两个方面 你想要让它运行的快 那你就写这个 你就写 你就让那个语言 更加接近于机器 让机器更加的懂 那人的话呢 理解起来就有点累了啊 那如果你想让它 更加接近于人 那这个时候机器 就要花点时间来解释 这个是必然的啊 这个是必然的 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的话呢 随着这个硬件啊 科技的发展啊 我们更加趋向于这个 写这种解释性的语言 让人更加的好理解啊 更多的事 解释的这些事 更多的解释性的事啊 交给这个 交给我们这个计算机来做 交给硬件来做啊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是我们说的是 什么是编程语言 了解一下啊 考验呢 专门 午 这种